為何一個這麼大的城市 竟然可以發生了一個這麼難尾的結果呢? 年近歲晚 不少人就以為這個沒什麼大的新聞 除了要討論一些 有些人士認為是枯燥無味的23條 誰知道就爆發了一場美斯缺席不出賽的新聞 很多人都問同一個問題 一個這麼重要的賽事 雖然不是正式賽事是表現賽 但是票價相當高的 相信在同類型的比賽裡面 都算是價格高的一個賽事 竟然主角可以不出場的 當然很多人就 甚至乎是功夫要回稅 要退回票價 為何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呢? 首先我覺得有幾樣東西要講清楚 第一 今次所謂國際邁亞美球隊來香港 就不是跟政府簽約來的 一般來說就是由本地的承辦商 他們邀請這個球隊來 就跟這個球隊簽約 所以這個合約呢 嚴格來說應該不是一條 跟政府簽的合約來的 不過這個本地的承判商 因為要求政府給予資助 我相信政府在這個合約的條文裡面 是可以投出一些要求的 但是究竟政府投出什麼要求 我們就不得而知了 根據新聞的報導 在這個合約裡面其實是有定名 我相信美斯這位球王必須要落場 最少不少於45分鐘 但是呢 條款亦都同時 是很合理地說如果受傷 則在這個場外 可能現在正正正就是因為 美斯被診斷為 因為受傷是不適而出賽 所以就缺席這場比賽 令到很多人失望 但是我們香港的法制 是崇尚一個叫做自由合約的原則 意思就是說 只要雙方同意 只要不犯法 所有的條文 大家都可以放在一個合約裡面 既然是這樣的時候 如果這個合約中心點是一個很出名的人 而所有人來都是買票看表演賽 都是為了這個人 來花錢買票的 他出不出賽是一個很重要的考慮 既然是這樣的時候 那個合約其實應該不但定名 他需要出賽 也都需要定名 若果他因為某種原因 真的不能出賽 是應該有什麼安排 例如 定在出賽前一段時間 但究竟是前一天 或者幾個小時前 就要作出決定 他是不是一定會出賽 如果不行 是不是應該要公佈給所有人聽 特別是把背後的原因說出來 其實意思就是說 一個這麼重要的條款 其實假若可能會出現一個 不符合合約要求的情況出現的時候 應該有什麼安排 就不需要到時候 大家只透過臨時的協商 或者討價還家去處理 其實這個情況一早在合約上 應該是清清楚楚的 不過撇開法律不要說 一般來說 為什麼有些球星 或者明星的身價這麼高呢 其實都是因為公眾支持 因為多人欣賞他的表現 所以他們的身價 其實是公眾美距的 也都因為這樣 他們應該極之尊重公眾對他的期望 大家可能都會在不同的場合 都有聽過一些不同的故事 就是說一些運動員 很多時候 因為不想令到他的支持者感到無限失望 他們有時候都會帶傷上陣 都不頂了 是不是 更加重要的是 但是這次這場是說明的表演賽 就不是一場一決生死 決定運動員的前途 的一個比賽 既然是表演賽 即是去表演而已 如果你真的受了一點傷 其實都不要緊的 是不是 大家都看到美斯落飛機的時候 行動一點都沒有問題的 他自己患行李 所以一個運動員 怎樣去滿足大眾的期望 是一種必然需要有的 一種體育精神的一部分 越是身價高的運動員 越是需要尊重他的支持者 公眾對他的期望 以及必要的體育精神 因為這件事件 大眾或者將來 會不會對於國際米亞威 或者美斯 會有一些 不太好的評價呢 大家可以留意往後的發展 無論如何都好 快要過年了 在這裡預先和大家 拜個祖年 祝大家 龍飛在天 龍馬精神 龍眠順景 拜拜